上個星期主要是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因為我們主要是統計 到底這個資料裡面 那個會員的部分 到底是哪一些 這個年齡層的人最多 理論上一般年齡的分析 通常 會用所謂的年次 幾年次到幾年次 或者是幾年級生 像 這個資料裡面 最多的好像 最後看到結果應該是 七年級生的最多 那當然 為什麼需要知道這些 主要是要族群 比如說某個產品適合哪一些族群 因為如果不是那個族群 你即便 送給他,他都不要 如果他剛好需要,你送給他,大家會覺得非常的棒,這東西是他要的 不同年齡層 想要的東西一定不一樣,像你們跟我們這年齡層要的一定不一樣 OK,所以這個 大家怎麼知道哪個東西 將來銷售的狀況會是好的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是當老闆 自己 創業的話 那當然是希望說你生意越 越好越好 生意當然沒有說 希望東西賣不出去 變庫存 所以 你就要想盡各種方式 去做一些統計分析 那其實 以這個 所有工具 簡易性來看 我想 似乎目前還沒有一個工具 能夠超過Excel的方便 第一個 所有電腦應該都會裝 哪一台電腦沒有OBIS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他操作起來 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上個禮拜其實主要 我們做了幾個動作 其實就做出圖表出來了 所以其實 那當然重點幾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去抓那個生意裡面的70 可是如果你直接抓70的話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假設 以之前的 概念前兩個字那用Lapt Lapt是前面的 其實左邊的 兩個字那你會發現抓出來結果不對 那為什麼不對呢 因為 我前面講過格式有沒有 他實際上放的資料 跟他 就是 表面上看到的其實不見得會一模一樣 像這個地方看到是 一個 背後 你看到的是民國年 可是實際上 他顯示出來 也許是 西元年 但是 特別注意 西元年他又不是說真的 就是年月日中間加寫 而是這個也是一個表面的東西 實際上是什麼 實際上 我前面講過 你按右鍵 除了格式 就可以 顯示出什麼 除了格式 他這邊如果你要讓他看到圓形的話 那就是通用格式 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背後放的就是這個 29,846 那這個的話我前面講過 那就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那個 1900年1月1號 OK 就是相差 跟那一天相差幾天的意思 OK 所以呢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啦你可以用什麼 用 用TES 去取得 按右鍵 出聲格式 取得什麼呢 取得他裡面的那個 這個公式 有沒有 把它轉換成真正的是這個文字 再用Labs去切割 好不好看 那切割之後的話呢 因為他切割完之後的結果 他會是 文字 因為TES 顧名思義 切完之後是文字 那因為我們將來會群組 所謂的群組 把幾年級升放一起的話 ID是數字 因為如果不是數字他沒辦法辨識 這個是不是同個群組的資料 一定要是數字 所以最後再用Value OK 那當然呢除了這個方式之外 其實呢如果假設啦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不用這個公式 那我沒有別的方法 當然有啦 我前面講過 其實 要解決 一個問題 絕對 不會是只有單一個答案 OK 那假如說那你要用別的方 別的函數的話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上個禮拜是用 TEST OK那今天如果你假設用別的 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換一個 哪一個呢 你可以用那個 日期時間函數 那因為主要我要取得的是他是哪一年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用函數裡面有一個 叫做EAR的函數 那EAR函數當然顧名思義啦 就是取得什麼 取得 某個資料裡面 等年的部分 OK比如說他這個資料裡面有年有月有日 那我們可以取得年的部分就好了 OK 所以年 請你 那所以他會跟你要一個 C6 number 就是說 你給我那個 日期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就給他 C2的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結果會是 1981 不過你想說老師不是70嗎 我講過 因為這個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他們基本上沒有民國年這個概念 所以理論上喔 他內部一定是存西元年 所以他取得的也是西元年 那你想說老師那 可是我要的是民國年怎麼辦 減1911 對啊就減一下1911就OK啦 減1911 有沒有 然後打個勾 這樣就70了 不過你想說老師那不對啊 為什麼他出來是一個 日期呢 跟各位講啦 其實他有時候太敏感了 只要日期預算 他就把它當日期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你可以按右鍵 出生格式 因為他有時候會自動幫你加日期格式啦 所以怎麼辦 有沒有你會發現這個日期格式他幫你加 你把它改回通用就好了 然後你按個確定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就變70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相較之下啦 好像這個方法 這個是先把它變文字 再去抓前兩個字 再轉為 數字 總共會經過 三道手續 三個函數 那如果以這個來看 好像用一盒有沒有 減1911 好像相對簡單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減完之後他還是數字 所以不需要再加value 我前面講過啦 你怎麼知道他的數字 有個很簡單的辨識 如果他靠什麼 靠右對齊 那他一定是 一個 那個數字 那如果他靠左對齊 那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那文字跟數字 其實 當然我們眼睛看 好像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一次有他來辨識 就覺得 這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我做的事情 好像都對 為什麼最後結果是錯的 那大部分呢 好像都跟那個 就是 你對於那個形態 資料形態 沒有辦法掌握 因為兩個 畢竟是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給錯的 他給你的結果 那就會 是錯誤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 特別小心 底下你可以向下填滿 看到結果也是一模一樣 有沒有 那如果我們有黏刺這個欄位之後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來做練習 那練習的部分呢 上個星期就是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拉下來 拉下來 然後把它記得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 原來 如果是數字他會加種 你把它改成技術 然後呢 就算出來之後 我們再用群組的方式 把它放在一起 那最後呢 再繪製出一個什麼呢 樞紐分析圖的紙條圖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你要 畫一個這個圖 其實基本上 在以色列裡面 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很快可以統一出哪個產品的銷售狀況是最好的 當然除了說 產品之外啦 你也可以再做什麼 比如說你的 這個 你的客戶 消費者 到底是哪一些族群 有沒有 各個公司 其實都會需要有人去做這些分析 不然如果你假設亂槍打鳥 你怎麼 生意會好 而且越大的企業 越經不起那種 錯誤的決策 有沒有就像 政府機關也是一樣 你很多時候會想說 到底啊 政府要做個決策的時候 應該做什麼樣的決策才是正確的 才不會被罵 OK所以如果政府假設 他 公務人員沒有每天在分析 到底應該怎麼決策是正確的 有沒有 那當然他做出來一定每天被罵 明明大家都想這樣 結果你做出來卻是相反的 怎麼可能會不被罵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未來不管是 公務機關也好 或者私人機構也好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需求 就是你需要做前置的統計分析 那只要有資料的話 就可以做一些統計分析 每天都會產生資料 尤其現在 每天都一大堆Data 所以現在有所謂的大數據 BigData 那BigData怎麼來的 每天大家都用電腦 不一定用電腦 其實用一些機器 用一些類似像一些裝置 都會產生數據 有數據的話 就需要做統計分析 OK 所以 我是建議 無論哪個科系 這些應該是 對於慢慢變成一個機器 以前可能是統計系 的工作 但現在我覺得 你說這個會很困難嗎 那做出來其實我覺得成效到也蠻好的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呢 盡量把上個星期的部分 好好熟練 然後呢我又多增加一個練習 也許你這邊可以再加一個年次二吧 OK 比如說這邊 假設你要換一個 換一個方法 年次 加一個數字二好了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什麼 用一耳的方式 來做 一個 得到結果 你說這個 後面的樞紐分析 假設用這個欄位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做出來一模一樣 只是說你會發現 這個應該 就簡單蠻多的 OK 請各位先試著做 這個練習 待會 再來我們要來看 假如我希望 上個星期的 就是 我產生手機號碼的這個欄位 如果我今天 假設還要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勢必 可能還要先把這些資料刪掉 假設我把這個部分刪掉 那我可能還要再下一次公式 可能還要重新再打一遍 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我有一個需求 什麼需求 我希望寫一個程式 最好將來做兩個按鈕 就放在這邊 一個是按下它 自動我不用打公式 按下它自動幫我把所有的結果產生 第二個按鈕的話 剛好顛倒 就是按下它之後 幫我把資料清掉 一個是按下去 自動完成 一個按下去 自動清除 OK也就是說啦 其實慢慢我們要走這樣自動化 不然的話每天都 打一堆公式 然後明天還在打一堆公式 都做一樣的事情 蠻浪費時間的 OK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達到一個很簡單的需求 自動化 該怎麼做 OK請各位先 試試看 畫面我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另外再 試著另外一個 函數 所以你會發現解決 問題的公式 絕對 不會是只有一個 標準答案 那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年次還有年次三年次四年 當然有 絕對有 因為其實 能夠做到 一樣結果的函數其實 可能不止一個 只是說啦 當然你想說那老師我是不是需要每個每個都try 其實不用啦 你就找到一個 相對那個公式是簡單的 其實就OK了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喔 把剛剛的那個 益爾 的這個函數 試著 做做看 待會的話我們就再接著來看 就是有關 這個 Esser裡面的自動化部分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些重複性的事情 你可以不需要每次 重新再來一遍 尤其是 動作越複雜 比如說不止一個動作 可能他輸入公式 而且輸入好幾個公式 他每天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其實你不如就怎麼樣 把它變成按鈕 一按全部事情就OK了 這樣的話 這樣實際上 就會讓事情更有效率 那只是說啦 這個背後要怎麼 怎麼讓他變成一個按鈕 可以讓你的工作 更加的便利 更加的有效率 OK 這個待會我們再來看 顯示 比如說